明朝万历五年,张居正的父亲去世,这原本是一件再服从不过的个人私事,却因为张居正的刻出地位而言了政治事件。 面对张居正是否该回想守志的问题,明朝官场上演了一场混棒与道义的较量,最终暴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,却含了读书人的心。 张居正看似赢得了权威,却输了天下的道理。 将其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,为您带来万历新王禄第三集,棍棒与道义的较量。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最著名的内阁大学师,被誉为明朝第一名相。 张居正在位期间,历经图治大凡改革,几乎凭一己之力,把明朝重新推向顶身。 但在此过程中,张居正的个人意识也在逐渐膨胀,他对万历朝政局的固执也达到了顶点,于是有了不断善权之险。 一位名叫刘台的官员上去谈,希望张居正能改行一辙,做道德的凯末。 然而,刘台却被万历皇帝充军罚配。 刘台的离去看似谈何一案的结束,然而谁也没有想,他对预示着另一个更大波澜的开始。 我们上一集说,尽管刘台被发往广西通军,但是刘台的影响他还存在,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着他那个预言,等待着一个什么预言呢? 如果说出来这个预言,应该说所有的人又都会为这个预言感到,觉得这个预言太不尽人情,觉得这个预言太过分。 但是大家又都期待着这个预言,因为看公众人物的笑话,等着看有权有势人的笑话,乃是一般大众的普遍性,古今中外几乎概不如此。 那么等待着一个什么笑话呢? 其他一个什么预言呢? 这个刘台在咒术上说,张居正之所以破坏组织,引进诗人进入内阁,所谓的诗人叫做张世维。 他说引进他进入内阁,这是一件非常稀窍的事情。 怎么个稀窍? 因为这个张世维在汉令院做学士的时候,就因为人品不好,受到颜国的坦克。 张居正不是不知道,但是他仍然要把他引进内阁,这就是稀窍。 原因是什么呢? 原因是张居正的父亲年事已高,说必定哪一天就一命无妇,就贺驾惜归。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张世维在内阁,这个张世维这个人虽然人品不好,但是他也有优点。 什么优点? 善于权变,老子比较灵,由他在内阁来帮助张居正,早一点从家乡返回到朝廷来。 因为张居正父亲死了嘛,他就要去盯监,就要守治,就要去奔商。 有张世维在内阁不是很好吗? 可以帮他早一点回来。 所以刘台说,这就是一件稀窍的事情。 请皇上注意,这个张居正办什么事情? 他都是身谋远虑,但是这一件事,他这个身谋远虑,不是为了国家,而是为了他个人。 所以天下人都要对他提高警觉。 我们甚至可以说,张居正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段话被记录了。 正是因为这一段话,所以使张居正在扬具书旧以后,还要暗中下阴招,下损招。 要让这个刘台,家破人亡。 晚明的时候,一个著名的文化人,一个名奴,叫做陈继奴。 这个陈继奴,他经常提醒自己,也告诫他的朋友和他的学生。 怎么告诫,说是聪明人要学会厚道,富贵人要学会宽容。 如果我们把这个告诫对照起刘台弹劾张居正,而张居正处置刘台的这件事,几乎就是针对他们说的。 人聪明很好,但是也有问题。 因为聪明人老往坏出去想别人,老往别人的零分身处闹革,把人往坏出去想。 就拿刘台来说,你批评了人家的儿子就算了,你干嘛还要把老子拎出来? 说人家的老子死了以后,张居正会如何如何?让全国人民都等着看张居正的笑话。 你这不是太省了吗?太刻薄了吗? 所以聪明人他要学会厚道。 但是从张居正来说,你也太不宽容。 你已经做到首府了,你已经做到祝国了,什么样的农与你都得到了,你干嘛跟这个玉石较劲? 你如果不较劲,这个玉石的弹劲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差距,你如果一较劲,大家看热闹,大家都等着看你的笑话。 但世界上的事也有意思,你怕什么,他就来什么。 应该说刘台的预言还由财尔盼,但是张居正的父亲还真的就死了。 这个时候张居正的父亲是74岁。 实际上对于张居正来说,父亲的去世,他应该是有心理准备了。 因为这些年父亲身体一直不好,过去是说,人过七十古来西,比现在的寿命也敢短得多。 七十多岁的老人什么时候走可能正常。 那么在这个时候,万里皇帝也知道张居正父亲死去的复告。 所以万里皇帝下了一道很有人情味的造语。 让张居正要节哀,要保重身体,说父亲已经这么大岁数了,人走不可复生,你自己要保重,现在国家是靠你的。 那么张居正看到这个皇帝的造语也是非常感动,但是这个造语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 因为根据中国历代的这种习惯,同时也根据明朝的法律,所有的人,军民人等,凡是得到父母去世的这个复告,从今日起,你就得打报告,就得去奔上。 同时还得守次,也就是守校二十七个月。 这是普通的人民都是这样,在这二十七个月里头,不许进行一切娱乐活动,不能够喝酒,不能够吃肉,不能着月,等等都不能做。 而作为政府的公务人员的官员,立员,还得辞去自己的职务,要回家去守着。 卢生和秀才,在这二十七个月里头,不能参加科技考试。 如果有哪个父母的复告,你拿到了,而引力不告的,官员,无条件撤职,学生,无条件开除出效。 只有军人例外,军人在战争期间例外,因为那个时候,叫做忠孝不两权,战争紧迫,你要为国家消灭。 所以皇帝的这道御子,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 那么张继正到底怎么办? 从李太后和冯宝来说,他们实际上是不希望张继正去守治的。 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已经配合得非常之好。 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铁三角。 如果张继正一离开,这个国家的事情怎么办? 他们是这样考虑的。 对于张继正自己来说,实际上也非常矛盾。 父亲死了。 按照祖宗法度,按照圣贤道理,他都要立即去奔商。 然后向皇帝报告,要守治二十七个月。 但是他恐怕又在想,国家的事情这么多,走了怎么办? 皇帝这个时候十五岁,我走了以后他又怎么办? 所以张继正也在矛盾之中。 就在这个矛盾的时候,有人出主意了。 总有人会出主意。出什么主意? 两个字的主意。 哪两个字? 夺情。 就是说,你父母死了,按你来说要去奔商,要去守治。 但是由于国家的事情更重, 让你摸夺你尽人子之孝的这个情来与国家服务, 这就叫夺情。 通过夺情来对抗另外两个字,来解脱另外两个字。 解脱哪两个字? 解脱首字。 所以有人提出了这个主意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。 张继正父亲的病史,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, 却因为他有个位高玄重的儿子, 使得一件个人姿势变成了公众政治世界。 所有人都在各怀心思地等着看张继正的发明。 此时张继正经过五年的努力, 已经在万历朝树里起了绝对的个人权威, 而且国家的各项改革也正在扭曲进行。 在此情况下, 有人提出让张继正国情也是很有道理的。 那么面对这个建议, 万历皇帝又有什么样的意见呢? 实际上这个主义, 至少我认为是符合张继正的心态的, 是符合太后和冯宝的心意的。 在明朝的历史上, 大学式的多情有过几次, 但是那都是久远的祖宗时候的事情, 特别是首府的多情, 在我所看到的明史里头只发生过一次。 这一次也是发生在一百多年之前, 陈化年前, 陈化初期有一个大学士叫李贤, 他父亲死了, 奔上以后, 陈化皇帝夺他的秦, 让他到朝廷继续逝世, 他回来了。 回来了以后, 有一个新科状元, 叫做罗伦, 我又要说到这个罗伦的习冠, 又是来自于江西基安府, 永丰县, 这个罗伦就提出, 不能夺情, 这是千古刚长的大事, 怎么能夺夺情呢? 所以他就先见他的老师, 因为他是藏元, 明朝科举考试的规矩, 藏元的这一份卷子是首府读的, 那么你是他的嫡系的门生, 所以罗伦去见他的老师, 说希望他的老师继续回去终治, 继续去守治, 但是这个李贤不以为然, 他说这个夺情不是我个人的意见, 是朝廷的意志, 你有一件像朝廷提, 别跟我说, 罗伦一看, 这老师不买他的账, 结果就打了一份报告, 弹劾李贤的夺情, 在当时引起了鲜男打破, 一个性格状怜, 弹劾首府, 这在明朝历史上,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, 结果这个罗伦被贬择到, 福建泉州, 做四拨富士, 薪水极其致敌, 当时没办法, 怎么养家活口, 靠帮别人写书信, 来养家活口, 一年之后, 李贤去世了, 李贤去世, 国家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震盼, 所以这样一来, 这个夺情就变成李贤, 一生里面的一个政治物体, 从此以后, 明朝没有哪个大学士, 没有哪个首府, 敢于冲提夺情的, 所以张居正的这个夺情, 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, 历史可能重演, 那么张居正他自己, 他作为当事人, 他有一个态度, 但是张居正的态度很暧昧, 怎么暧昧啊, 他向立部交了一份报告, 请求守治, 但是傻子也知道, 你张先生, 张首府, 张格老的这个辞职报告, 是立部敢批的嘛, 立部敢批你的辞职报告嘛, 你是可以直接通天的嘛, 你的任何事情, 都是太后做出的, 都是皇上做出的, 你按照一般官员的程序, 向立部提出辞职, 这有问题, 所以大家就觉得, 张居正这个态度比较暧昧, 万里皇帝看到立部, 上的咒书, 说张先生, 要提出守治, 于是万里皇帝, 给了一个赤语, 下到立部, 这个赤语是这样写的, 说, 赤远辅受皇考付托, 辅正右冲, 安定设计, 赤, 身欠依赖, 岂可应为离政, 物质当首, 均负由衆, 准过其妻, 不随常, 你不理, 机枉, 欲助, 不必据此, 轻辞, 这是万里皇帝, 给立部的一道紫玉, 那么这道紫玉, 到底是万里皇帝自己的意思, 还是冯宝的意思, 还是太后的意思, 这个没有考究, 但是至少从万里皇帝来说, 他这个时候已经十五岁了, 也许他心里还真想自己来管理管理国家, 因为在这个时候, 国家的事情跟他没什么事, 内事冯宝作主, 外事张居正作主, 他自己没事可干, 这三个人, 太后一个, 冯宝一个, 张居正一个, 可以说是他的三尊保护神, 但是, 当他希望要管事的时候, 他就会逐渐发现, 这三尊保护神, 原来是压在他仇上的三座大神, 是使他长不大的三座大神, 我们以后要说, 他一定要推翻这三座大神, 但是在这个时候, 他也比较犹豫, 怎么犹豫呢? 母后, 他当然是希望张居正夺情, 冯宝也希望他夺情, 如果自己坚持不多情, 这个国家治理得好, 还是治理宝, 所以他有犹豫, 就在他这个犹豫, 让张居正夺情, 但是心里又充满矛盾的时候, 张居正式向他打报告, 要求守治, 但是张居正的这个报告, 态度仍然是十分的暧昧, 这好像不是一份辞职报告, 倒像是一份决心书, 一份什么决心书, 表示时刻听从, 朝廷召唤的这么一份决心书, 他这里面说得很清楚, 父亲死了, 儿子守治, 这是人之常情, 但是, 干大事者, 以君父为主, 如果万一朝廷需要, 我也可以不顾这些小节, 而要做这个大义, 什么叫做大义, 继续工作, 这就是大义, 去奔商, 去守治, 这就是小节, 他这么一种态度,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, 正是张居正的这一个表面上的辞职报告, 实际上的一个决心书, 引导和推动着万里皇帝, 下决心让他躲起, 这就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一样, 家里来了客人, 主人未必做好了留饭的准备, 但是客人要告辞的时候, 主人总要说, 哎呀, 你吃了饭再走, 客人一边告辞一边说, 饭就不吃了吧, 省得过于麻烦, 那么话说到这种地步, 主人一定要说, 不麻烦, 你留下来吃饭就是我们的农业, 那么客人顺水推舟, 他就说, 既然你这么盛情, 我不留下来也太不肯面子了, 于是就留下来了, 所以世界上很多不太合乎道理的事情, 就是在这种客客气气和半推半救中它产生, 张局正由半推半救最后到不能不躲起了, 万历皇帝由客客气气到最后不能不挽留了, 所以事情就发生到这个地步,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宫, 不管万历皇帝内心是否真的愿意, 张局正是如愿以偿地留了下来, 不能说张局正对父亲没有孝心, 只是此时他对权力的欲望压倒了一切, 也许是因为他要为国家继续做贡献的欲望压倒了一切, 但这种欲望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, 那么面对张局正的多情, 朝中大臣们又是什么样的反应? 因为到了龙群和万历, 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开始, 明朝的事情就不是皇帝, 更不是首府说了就算的, 尤其是这种关于伦理方面的事情, 发表意见的人可以非常之多, 很多人可以发表意见, 当时的大臣们, 当时的文官们对于张局正是否多情, 就存在着两种声音, 两种意见, 第一种意见认为国家现在需要首府, 张局正不能走, 你应该继续为国家做贡献, 但是这种声音越来越微弱, 在开始的时候是占有主导地位, 但是越来越微弱, 而另外一种声音是认为张局正必须走, 这是圣贤的道理, 是祖宗的法度, 是一个做人子能成的人, 必须遵守的道德, 这种声音开始非常微弱, 甚至带有商榷性, 但是后来越来越强, 因为道理越来越明白, 天下的事情是大家做的, 不是你张局正一个人做的, 你张局正有这么伟大吗? 你一离开, 难道大明王朝会贪他吗? 我们太祖高皇帝不是走了吗? 臣祖文皇帝不是走了吗? 世宗不也走了吗? 大明王朝没有贪他, 你张局正就不能走, 难道你比这些老祖宗还要伟大? 所以这个道理一出来, 留他的人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微弱了, 而希望他守治, 希望他辞职的人, 这种底气就越来越深, 而且这种意见, 这种声音, 后来几乎占有压倒的优势, 因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娱乐, 甚至代表着当时的道义, 就在大家对张局正夺情问题上议论纷纷的时候, 天上又出了问题, 人间出问题的时候, 天上总会找到问题,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, 一个会心在有一天傍晚, 是在十月初五日, 由西南一直扫向东北, 就在傍晚的时候扫过去, 横贯天际, 而且此后每一天傍晚都是如此, 这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, 这种天象的出现, 不要说有事情, 即使没有事情, 他也要找出事情来, 何况现在正有事, 什么是张局正夺情的事, 大家就把这个天象, 和张局正夺情的事情联系在一起, 这就叫天象似锦, 是什么锦, 是夺情的锦, 有一个年轻的汉林院的官员, 叫做吴忠行, 他也和大家一样, 天天傍晚担忧地看着这个会心, 天天在焦虑地看着张局正的表现, 但是他非常失望, 怎么失望, 会心天天出来, 毫无消退的意思, 张局正每天, 例行公事般的上书, 说要退休, 说要守治, 但是连奔商的这种意思, 他都没有, 所以吴忠行, 他也失望了, 他本来也对张局正, 有极高的评价, 认为这个国家, 在张局正的治理之下, 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, 但是, 你不能在这个守治问题上, 你搞特殊化, 所以他觉得不能再等待, 不能让张局正这样磨磨蹭蹭再继续下去, 他要上书, 要抗议皇帝对他的夺情, 吴忠贤这个诏书谈了三点, 第一点, 说皇上处事不当, 皇上为什么处事不当呢, 张局正的父亲死了, 而且听说他已经有十九年, 没有和父亲见面了, 那么父亲死后, 他一定非常悲伤, 在这种情况下, 皇上还要让他继续工作, 他这么精神仿佛, 可以做好工作吗, 所以这是不尽情理的事嘛, 你看看, 他说的非常合情合理, 第二, 张局正处事不当, 你父亲死了, 国家的法律, 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要去守治, 你怎么就可以不守治, 还态度这么暧昧, 你这个父子之情, 到哪里去了, 第三, 提出八个字, 哪八个字, 这是涉及到万古刚长, 四方四天, 万古刚长, 四方四天, 这是涉及到伦理刚长的问题, 我不能不变, 张局正只有做好表帅, 朝廷只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, 才可能为天下老百姓, 树立一种法律的典范, 要不然, 伦理刚长全部上市, 这个国家将不是国家了, 所以他提的非常尖锐, 皇帝还来不及处置, 就在吴忠行上述的第二天, 又一个汉林院的官员, 叫做赵用贤, 这个赵用贤也上述了, 第三天, 刑部的两个官员, 一个叫安慕, 一个叫沈思孝, 也上述了, 上述干什么, 只有一个内容, 申员吴忠行, 要求张局正立即, 奔商, 立即收赐, 您现在收看的是, 百家讲韩兰的, 明朝以儒家忠孝思想为立国之本, 君臣父子张局部章, 而张局正身为文管领袖, 却在孝词上输了道理, 如果张局正输了道理, 又怎能做天下读出人的楷佛呢, 所以, 抗议张局正的声音越来越强烈, 那么事情将会如何发展, 这一切又给明朝的政局,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? 说到这里, 我们要说一说他们的身份, 这个吴忠行, 这个赵用贤, 他们两个都市和刘台一样, 龙庆五年的近视, 是张局正的学生, 这个刑部的哀慕, 是张局正的老乡, 老家在现在湖南的平江, 当时是胡广神, 而且吴忠行和赵用贤, 还是汉林院的使官, 都留作书记寺, 留在汉林院, 都是楚相, 又是学生, 又是老乡, 又是楚相, 大家都来批评张局正, 一个事情, 夺情的事情, 这个待遇, 在明朝历史上, 很少有人享受, 在佳契年间, 阎松的名气已经很坏了, 但是阎松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, 何况, 还有一个阴影, 在压作张局正, 哪个阴影? 刘台在一年零八个月之前, 提出的那样一个预言, 你到底是多情, 还是不多情, 因为刘台上书, 是在万历四年的征院, 而张局正父亲的去世, 是在万历五年的九月, 一年零八个月, 所以张局正一方面, 有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在这里, 一方面又一次感到非常委屈, 自己为国家做那么多的贡献, 他老想着这个事, 怎么这么多的人, 提出批评, 提出意见, 那么张局正这样一个想法, 万历皇帝, 特别是李太后, 冯宝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, 于是圣子下来了, 对吴忠行, 对赵用贤, 对哀慕, 对沈世孝四人, 十四庭壮, 动不动就是庭壮, 每个人六十到八十不等, 所以明朝又出现新的问题了, 实际上老问题的重演, 又一次要用棍棒来解决道义上的问题, 又一次由百事实说道理的这种文斗, 要转向武斗了, 这个问题就严重, 因为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, 因为一旦发生可能出人命了, 而且对张局正更加不利, 因此汉林院的官员纷纷行动起来, 全体出动, 六部的官员也行动起来, 他们行动起来干什么, 向皇帝上述, 要求舍免这四个人, 同时找张局正, 因为解农还要寄农人, 皇上顺怒, 只有你张局正为他们求情, 才有可能能够得到舍免, 但是张局正不予理睬, 皇帝也不予理睬, 事情没有任何亏权的余地, 万里五年10月22日, 吴忠心等四人照常被拖到五门之外, 实施停葬, 坚行的仍然是司令军的裁剑, 行刑的是锦衣卫的校尾, 都是打人的行家的一手, 就像每一次实施停葬一样, 五门之外那是打声震天, 喊声动地, 血肉横奋, 惨不能土, 这四个人被打得奄奄一泄, 就在这个时候, 有一个人, 他目睹了这个行刑的全部过程, 眼看着世人被打得血肉模糊, 被拖住宫门, 这一位目睹了这个过程的, 是一个年轻人, 他转身来到了惠记门, 掏出了一个本本, 交给在惠记门值班的文殊皇帝, 文殊皇帝宦官, 说这是我的请假文殊, 请你交给皇上, 请皇上批准, 结果这个请假报告, 一到万里皇帝手上, 一放到瑞阁票仪, 要批准了, 大家一看, 傻眼了, 这哪里是什么辞职报告, 又是一份抗议书, 原来这个年轻人, 是怀中喘着这份抗议书, 目睹了世人的受刑, 然后还义无反顾, 来到惠记门, 把自己这个诏书递上去, 这个年轻人, 我建议大家记住他的名字, 他的名字叫周元彪, 在这个时候, 他上书提出抗议, 抗议对反对张居正夺情的侍卫, 实施停仗, 反对朝廷对张居正夺情, 四十年以后, 他又一次挺身而出, 为张居正平反, 这个人叫周元彪, 他和刘台一样, 也是来自于江西的基安府, 那么他这个咒术, 他不再周旋于夺情, 还是不该夺情, 不再周旋于夺情有没有道理, 他对万历皇帝和张居正, 直接进行指责, 指责什么, 认为万历皇帝没有志气, 认为张居正太没有人性, 他先引用了皇帝第一条语路, 说我的志向还没有定, 学业还没有成, 先生不能走, 先生一走, 我就千功尽弃, 然后周元彪说, 幸亏张居正是首志, 如果他不信, 死了, 难道皇上一辈子学业就不成, 志向就不定吗, 哪里有这么没有出息的人吗, 然后说张居正, 你正正有词地说, 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够办非常之事, 难道遵守三纲五常, 就是常人, 非常之人就不守这个三纲五常吗, 而这恰恰是人于畜生, 他分离的一个界限, 如果你连三纲五常都不要, 那你确实非常人, 因为你就不是人, 因为你就是秦盛, 大家看看, 这个咒术送上去, 他的后果可想而止, 于是圣语下来了, 周元彪庭葬八十, 对于周元彪的这个庭葬, 没有人再去营救他, 也没有人去公开的贪嗣表示同情, 因为这种与世无谱, 周元彪在奄奄一夕中, 一边疗伤, 一边被宰往贵州都云, 也是冲净, 在这之后, 所有对张居正的夺情, 提出过反对意见, 不管是过去他的敌对面, 还是他的朋友, 大体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, 于是一切又恢复了瓶颈, 于是暴力再次战胜了道义, 棍棒取得了展示性的胜利, 不过正如道义的伸张, 往往需要肉体付出痛苦, 来自粉灭的代价一样, 当道义受到棍棒的打击, 那么一定带来的是道义上的亏损, 而道义上的亏损, 他所付出的代价将是更大的, 民史的边钻者, 他是很有眼望的, 他把三个政敌的钻放在一卷, 那三个政敌, 把曲杰, 高拱, 张居正, 三个人的钻放在一卷, 实际上他们看到, 这三个人从嘉靖的晚期到农庆到万历, 他是进行了一场截, 他们是共同把这个国家政治推向更加的亲民, 把这个国家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, 如果是这样, 这个国家可能也会另外一种发展趋势, 所以我们分析很多事情, 它都有许多可能性, 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, 向张居正夺情这件事情, 双方都有用气的成分, 都有斗气的成分, 从吴宗行, 赵永贤, 哀慕, 沈思孝, 直到周元彪, 如果采取更好一些的办法, 来探讨道理, 如果张居正, 特别是张居正要说服冯宝, 说服李太后, 说服万历皇帝, 要很好地妥善地来对待批评意见, 可能事情也会像比较好的方面发展, 但是非常糟糕的, 都不是, 大家都在斗气, 大家都在意气用事, 以后我们还要经常谈到这个意气用事, 他将给万历的政局, 给明朝的历史, 带来重大的挫折和损失, 那么由于张居正夺情而引发起来的这么一场争论, 引发出来的用棍棒解决道义的问题, 那就埋下了一个更大的意义, 埋下了以后, 重提张居正的夺情事件, 埋下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种种清算, 这样一来, 明朝的政局, 他就要经受更大的政治波澜, 那么他怎么经受这场波澜, 我们下一次再说, 谢谢。 张居正不仅是明朝最能干的忠臣, 也是万历皇帝最负责任的老师, 但十余年的苦心却换来了失败的教育, 君臣之间的关系由爱变怕, 由怕几分, 由恨导致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种种的暴露, 辽阙君王天相时, 寂寞身前身后明, 张居正是非自由后人品, 江西师范党军方志远教授, 做客百家讲坛, 为您带来万历兴亡录第四集, 是非张居正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